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三村不烂之蛇 而挂六国率印 何其威武也 诸葛孔明为报使君三谷之恩 促孙刘联合抗草 而蛇战群辱 口之妙用 滔滔不绝 流芳百世 爸爸的一番话 引起了全家人的思考 怎么让我的嘴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妈妈提出了学主持的建议 于是我就开启了小主持人的学习之旅 经过两年的学习 我也算是小有收获 主持过武器电视台少儿冲晚 主持过校园冲晚 小主持人的学习 让我变得知性 让我变得自信满满 我和我的家人原以为我的嘴总算是找到了对的意义 我来到了新河小学 我学习了领导力的七个习惯 这才发现 原来我的嘴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用我的伶仰历史 传播社会公德 让每个人都规范自己的行为 为创建文明和谐的社会 贡献自己的一份博力 习作期的主题是 我的一个想法 要求观察生活中的不良现象 并发表自己的想法 当我把自己的定稿用语音输入时 正在一旁观看罗胖六十秒的爸爸灵光一闪 兴奋地叫道 我们为何不尝试开通一个青铜六十秒的公众号 也可以把青铜的观点拍成六十秒左右的视频 发到公众号上去啊 爸爸的这个提议 就像一颗石子 扔进了我们原本平静的新河里 激起的浪圈 不断地追逐着青铜六十秒的建议 我们一家子 说干就干 我继续观察生活现象 从校园浪费 到小区不文明遛狗 从电厅的吸烟 到高空抛物问题 爸爸和我一起分析现象形成原因 提出策略 妈妈举着制作公众号 就这样 我有了自己的公众号 青铜六十秒 自从开通了青铜六十秒 我比以前更加留心自己的生活 电梯里的音味 过道里充电的电动车 掺桌上剩余的食物 这些以前我根本不会注意的现象 现在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力 成为青铜六十秒的播放资源 为了让视频有更好的效果 我会不厌其烦的 一遍又一遍重拍 短短的六十秒 可能要重复四五次 才能有令人满意的效果 拍视频让我明白 想要做好一件事 就必须有耐心 所以 我对待学习也不像以前那样浮躁 而是变得更有耐心 更加踏实 实时关注社会现象 分析现象形成原因 提出策略 让我深深感到 我们每一位公民都要有责任意识 也让我觉得 每一位公民应该有参与意识 哪怕是我们这样的小公民 因为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七个习惯像一颗种子 种在了我的心里 它们慢慢生根发芽 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 我相信 领导力的七个习惯会让我在未来遇到更美好的自己 我们下红价了 75加坠 我们下红价 我们下红价